你坐的本来就是老公的平常 就是老公的老公 你怎么给人倒着放假 不是我给人说了 你不要说说别的坐 没问题 你别的坐着就算了 你怎么做 你确实应该起来 你让人家带着孩子 你让人光坐 你坐这儿安安安安 那我不说 你不想的 如果他妈都不说 我可惜就让小侯都坐这儿了 为什么给人倒着放假 你别这么好 你谁要坐呀 大概9点10分左右的时候 看见一家的 在这孩子上车之后 只是笨 那个女孩坐围上 就说 你他妈敢跟我起来 这坐围是爱情坐围 你不能坐 你得给我们家孩子让坐 你赶紧给我起来 那个女孩就说 如果您态度好 来跟我说 麻烦我给您家孩子让坐 没问题 给小侯让坐有什么呀 但是你现在直上来 指责我骂我 就是明天遭到的绑架 所以我不会让 然后那个团面老爷就起碰 说你超外地的 来北京不懂规矩 是不是 就开始遭到的绑架 家里一起是吗 一直在慢骂指责 后来那女孩也最后也没这样做 然后倒单的下车了 然后我后来就把这些 穿往上了 就这么简单